大家好 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在2024年WTT中国公开赛上 多名国兵非主力球员 在主场球迷的鼓舞下 打出了非常出色的个人表现 其中就包括相鹏 在分组抽签出炉之后 相鹏一个人镇守四分之三半区 在强敌环绕的情况下 他的突围前景并不是非常乐观 但稳扎稳打的相鹏 一路将林文正 阿萨尔和菲利克斯勒布伦条落马下 获得了一张八强的门票 正在倒数第三个比赛日 相鹏在四分之一决赛 遭遇到了新科奥运会南丹亚军 瑞典名将莫雷加德 二人在过往的世界大赛上 有过一次碰面 当时相鹏笑到了最后 如今再度相遇 相鹏能否再次高奏凯歌 也就成为了此战最大的看点 本场比赛 相鹏的正手表现强势 直接打爆了莫雷加德 后者虽然靠着反手 顽强续命 但相鹏还是以4比3获胜 晋级南丹四强 在此之前的四场南丹 四分之一决赛中 梁静坤4比2胜队友林高远 马龙4比0胜巴西名将于果 林诗洞4比0胜丹麦黑马林德 国拼由此而包揽男单四强 此外国拼还包揽了女单四强 男双女双混双也都会失决赛 由此而提前拿下本战比赛的所有五项冠军 可喜可贺 2003年出生的相鹏是主流的横拍两面反交 胡圈球打法 曾经是队内的重点培养对象 不过最近已经明显被年龄更小的林诗洞 2005年出生超越 但不可否认他仍然具备很强的实力 两名选手上一次交手 已经是5年前的2019年 如今二人的技术能力都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 因此在首局比赛开打之后 相鹏打得更加稳健 想要通过前三板的控制 将比赛拖入相持阶段 去摸清莫雷加德的实力 反观小莫则延续了自己一贯乱战的风格 都打出自己特点的二人 开局就进入到了肉搏战 紧咬比分一直打到了五平 比分胶着阶段 相鹏连续给莫雷加德中间正守卫 找到了突破点 连得三分后 建立起了8比5的领先 并且一鼓作气以11比6取得了开门红 拿下首局 让相鹏更加自信心 在第二局他正守的使用频率更高 一上来就取得了4比2的领先 不过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 相鹏开始和莫雷加德斗反手 在自己舒服的比赛方式下 小莫连得五分以7比4实现反超 好在相鹏就是发现了自己的问题所在 努力把比赛重新带回正守对抗后 相鹏夺回了主动权 不仅在局末阶段抹平了分差 并且以11比9逆转获胜 第三局相鹏又迷失了自我 开始跟着莫雷加德的节奏去反手对抗 很快就陷入到了0比6落后的处境中 莫雷加德也没有给向鹏大逆转的机会 以11比4获胜 大比分来到了1比2 输掉一局之后 相鹏重新回到了正确的轨道当中 第四局用前三板的控制 给自己创造侧身的机会 上一局培养出反手手感的莫雷加德 也非常强势 一直挤摇比分和相鹏打到18平 并且连得2分以20比18将大比分扳平 打出气势的莫雷加德 在关键的第五局 一上来就靠反手快思 建立起了4比1的领先 相鹏通过加强旋转 限制住了莫雷加德的上手 顽强在局末阶段将比分追到了9平 关键时刻 相鹏扛住了莫雷加德的连续侧身 并且利用反击连得2分 以11比9拿下了关键的一局 无路可退的莫雷加德 第六局开始了疯狂搏杀 揭发揭后直接侧身暴冲 让他开局就打出了一波流 取得了比分上的领先 也以11比5成功续命 决胜局相鹏再次展现出了超强的正手 开局就打爆了莫雷加德 取得了4比0的梦幻开局 也扛住了对手的疯狂反扑 以11比5锁定了胜局 在已经结束的另外三场男单比赛中 林诗栋 梁静坤和马龙全部获胜 随着相鹏的晋级 国拼也包揽了中国大满贯的男单四强 下一轮半决赛 相鹏将会和林诗栋过招 争夺一张决赛的门票 此外 国拼在备战洛杉矶奥运周期 需要对主力球员做出调整 特别是女队五大主力中 全部是右手持拍 钱天一 宽曼作为左手球员 谁能在竞争主力中占据上风呢 谁更有培养价值呢 下面与大家来共同探讨分析 宽曼国拼给予重点培养 书外占次数令人折舌 仅混双出彩 宽曼被球迷称为二队孙影沙 作为女队少有的左手 国拼教练组给了他非常多的参赛机会 然而 从国际比赛的表现来看 宽曼的外战成绩让人大跌眼镜 下面来盘点一下 宽曼近年来输外战的场次 2022年度苏联五场 萨格勒布挑战赛 宽曼一比四金大英 14岁 奥托塞克支线赛 宽曼一比四小岩摇菜 削九首 布达佩斯挑战赛宽曼 二比三善小纳 39岁 布达佩斯支线赛 宽曼零比三桥本番乃香 肖球手 图尼斯挑战赛宽曼一比三杨小新 颗粒选手 2023年输外战 南非挑战赛宽曼二比三减同娟 2024年输外战 澳门世界杯在与同组田智希争夺中 以三分之差未能小组出现 大家可以看到 宽曼输球的类型太丰富了 其中有肖球手 还有长焦打法 另外在年龄层次上 小到14岁再到39岁的老将 宽曼都能败下阵来 从后辈球员参赛数量上 宽曼的参赛机会完全不输主力球员 澳门世界杯这样的大赛 教练组也是给了宽曼机会 现年已经20岁的宽曼 这样的外战成绩很难让人信服 他能承担其主力球员的位置 孙颖莎早在19岁时 就已经出战世界杯团体赛的第一单打 20岁就拿到世界杯单打亚军 21岁就在东京奥运会女单 女团痛击伊藤美城的这样的主要对手 对比之下 宽曼的表现确实让人有些失望 宽曼唯一的亮点来自于混双 他与林氏洞组成的动漫组合 国际比赛成绩还是不错的 单打上女输外战 不能令人信服 宽曼还需要更多的成绩证明 钱天一相持厚度好与宽曼 打法特点几乎就是左手版陈杏彤 钱天一也是得到了国拼重点培养 之前国拼教练组尝试让钱天一 与陈梦搭配女双 2021年休斯敦世平赛女双半决赛 钱天一陈梦2比3 赋予伊藤美城斜杠早天西纳 遭遇淘汰出局 之后 为了备战巴黎奥运会陈梦与王曼玉的女双搭配 被重新恢复 钱天一逐渐又回归到对内陪练的角色 钱天一单打上最大的亮点 来自于2023年大满贯新加坡战 闯进女单决赛 不过 这也得益于陈梦 陈兴桐两大主力 意外提前出局 新加坡大满贯之后 钱天一就很少在大赛上 有如此经验地发挥了 就单打实力而言 钱天一相持能力是强于宽曼 然而 他的打法太像陈兴桐了 就是过于依赖于打相持 没有杀板 前三板主动得分能力不足 这也是导致钱天一进入一队以来 没有太大突破的原因 应该说 前天一单打实力好一些 快慢混双更突出 双左之争大家认为 他俩谁更应该成为主力呢 双左之争大家认为